昨天十間受政府資助的大學校長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這個聯合聲明我形容為有史以來最短的十大校長的聲明 總共的字數大概不夠八十字 標點符號也不夠八十字 全民如下大學校長聲明2017年9月15號 我們珍惜言論自由但我們譴責最近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 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 所有下列的大學特此聲明不支持港獨並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 所有下列的大學包括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人大學 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大學按英文字母次序排列 這個大學校長聲明全長不夠八十字 我剛才說過是有史以來最細的聲明 而且裡面的內容行文邏輯 水平的低劣都是出負我意料之外 原因就是根本你不太知道他在說什麼 譬如說我們珍惜言論自由但我們譴責最近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 他在說什麼呢 他在說是教大恭喜蔡若年喪子的標語 還是說中大學生會的前會長罵大陸學生用粗口 即是媽媽的盛氣管都出賣那個粗口 然後就叫資辣人滾回大陸去 是濫用言論自由 還是那些掛出來的港獨的香港獨立的橫額 拒絕沉淪為有獨立的標語 是濫用言論自由呢 然後跟著一句就是 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任 句好 香港下列所有大學特指聲明不支持港獨 並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 句好 一個這麼斜疏這麼簡短的聲明 民署已經談了整個禮拜 可能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於是就拿到最大的一個 供應數都是這樣 於是就在這個極度 極度不能抵抗的政治壓力下 就唯有出了這個聲明 好了出了這個聲明 下一步會怎樣呢 下一步就是沈祖儀出來做醜癮 他昨天就開完校董會 在記者會裡面說 就說要求學生會就拆那些 支持獨立的橫額 或者叫沒有支持獨立 就這樣香港獨立 就沒有寫著我們支持香港獨立 還是什麼的橫額 就說呢 如果他們不做 就學校做的了 這個就下最後通諜 就說就是 他也沒有解釋得清楚 這個文化廣場 就是法輪流對上去 是學生會自治管轄範圍的地方 向來呢 向來呢 校方是從來不干預的 是學生自己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 有他自己的遊戲規則去做 現在學校呢 是用一個 說違法的理由 說 你要清立 最後通疊 如果你不清就按理清 那麼究竟違法是違什麼法呢 我在這裡說了很多次 違法基本法是否等於違法香港刑法呢 如果真的違法香港刑法 為什麼香港警察又不出手呢 是不是不去抓人呢 如果真的違法香港刑法 那為什麼以往在學院刊登 學院刊登已經是幾年前的事 有關於什麼民族論 香港要走向獨立等等 警察又不執法呢 就是全部呢 是有很多的疑問是解答不到的 我又首先聲明帶個頭盔 我是不贊成香港獨立的 不贊成香港獨立 從法理上面 和現實上面 從軍事上面 和地緣政治上面和經濟上面 是全部不可行的 不過 可不可以探討呢 可不可以談呢 如果我們同意真理越變越明的話 今天 大學校長在極大的政治壓力下 發表了這個聲明 然後沈蘇宇出來說 你不拆就我拆了 然後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張建宗 林鄭去了緬甸 張建宗處理行政長官 就說這個 十大校長的態度是很明確的 香港獨立是沒有任何空間的 事情就應該告一段落 你看到的官僚 是很清楚的 他不會跟你說任何言論自由的道理 或者是政治思想自由的道理 總之從行政角度來說 都明白他們的苦衷 校長也是這樣想的 是不是要警察入會干預呢 但問題就是 警察入會干預 你憑什麼去干預呢 這個刑事順項條第九條第十條 究竟是不是真的觸犯了呢 我覺得這些 是全部是可以相確的 即使 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譚韻之說 是可能會觸犯這個刑事順項條例 也是可能的 是沒有說得很清楚 究竟是不是真的觸犯 如果真的觸犯警察就應該執法 如果警察應該執法 就不應該 不應該只是這一宗 以前那些全部都要 要拘捕 問題就來了 究竟在大學校園裡面 即使在香港的社會上 我們能不能夠 討論香港獨立嗎 討論 你說鼓吹 你說煽動 你就有機會 觸犯 有機會觸犯 刑事順項條例 第九 第十條 也有說煽動 煽惑 如果我們是 討論 或者我們是 探討 例如 我舉這個例子 有一個學者 在大學裡面 在香港的大學 包括中大 港大什麼大都好 他研究政治的 社會科學 或者什麼都好 他想探討一個話題 其實很敏感 就是全世界的分離主義運動 分離主義其實 這個 學術上面是很有研究的價值 你可以跟這個 種族 你可以從這個歷史 可以跟這個語言 文化的背景等等去研究 例如全世界都很多 例如西班牙的分離主義 巴斯克 打得很厲害 以前試過 是吧 現在加泰羅尼亞 也都是 就是 經常都是要求 最近才有個 很大型的集會 就是 用這個公投的形式 去 脫離西班牙 例如 蘇格蘭 投票試過 公投輸了 脫歐 英國就 公投過了 但是蘇格蘭公投輸了 又例如 加拿大的灰北黑 也都試過 法語的 即是說法 法國話的法文 就跟這個說英文 即是 長久以來都是價格不入 是吧 如果說近一點 譬如說 亞洲這個地方 中國最多 分離主義 是吧 疆讀 藏讀 台讀 甚至現在說 包括這個 我認為是假議題 這個偽名題的香港讀 究竟學者 可不可以做一個研究 他准不准做研究 他的論文可不可以發表 這是學術自由的問題 探討分離主義 可以不可以 在大學校園 不可以鼓吹 不可以煽動 探討香港獨立 可以不可以 好 我要探討香港獨立 譬如我在香港 搞一個國際研討會 就我剛才說的 每個地區的分離主義 因為分離主義 其實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我相信在學界學術界裡面 其實都不少的學者 外國的學者 即使在西班牙 即使在加拿大 即使在英國 都會有人做研究 但我們中國就不是了 這個絕對是禁忌 如果我們搞一個國際研討會 請不同的學者 甚至 那些地方的分離主義的代表 來講一下他們為何要脫離主義國家 可不可以 學術探討 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不准掛這些環額 連學生會自治範圍都不准掛這些環額 他說 言論自由是有底線的 是要受到約束的 的話 我想知道 學術自由有沒有底線 是不是要受到約束呢 我想知道 思想自由有沒有底線 是不是要受到約束呢 你說鼓吹不行 探討可以不可以 研究可以不可以 現在沈祖堯帶了個頭 就說如果你不拆那些環額 我來拆 我就想問那些環額 你是界定他是 鼓吹 是煽動 還是一個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甚至是一個學術研究的範圍 我自己覺得這個 我很強調 我對 我對 香港獨立 是完全 我認為在現實上是不可行的 不過我又覺得 為什麼不讓別人 尤其是大學 這個這麼強調 神思明辯 思辯 討論 研究 甚至是 這個 爬到面紅以綠 面紅以赤 的一個我們這麼真實的環境 為什麼我們 容許有不同的意見 甚至是非常禁忌的意見 在學校裡面談 我舉一個可能是封馬牛不相及的例子 講亂論是犯法的 講一些很奇怪的性行為是犯法的 可能是犯法的 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作為一個學術的討論 可不可以的呢 在學校裡面可不可以做研究 可不可以探討 甚至可不可以公開開研討論 一樣 如果你說道德上這些事情 是犯法的 是不容許 在法律上也是超越法律底線 都可以做學術的探討 為什麼 分離主義這個問題 不可以 沈祖堯下了這個最後通牒 我相信 非但學生會不會讓步 講中大 其他大學 絕對會 絕對會 有一個激烈的反應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怎樣收拾呢 是不是要打一場呢 然後最後 如果要打一場的話 是會 怎樣去收拾呢 我作為一個中大的舊生 我是不敢想像的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一個方法 進來這個網誌 是我的網誌來的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訂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去支持我的 還有呢 如果你說要進去我的戶口那裡 你的戶口號碼的話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呢 就是直接把這個 劃戰支票寫我的名字 寄去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都可以 在這裡我很衷心地去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各位心直口快 心直口快